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单挑局,这个房主开了一个1v1对吧,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 这张地图是黄金冰天,中间是没有彩色框的对吧 然后房主选了一个法国,而且还选了一个位置,他选了那个1号位 因为这个黄金冰天呢,法国在那个1号位要好一点,在那个左上角 那个位置玩原地法国是最好的,那么他选了一个法国呢 我就只能选个苏军对吧,以前打这个地图呢,我玩法国玩的多 苏军玩的比较少,经常就是玩法国玩泡海对吧 那么苏军玩的少呢,有些粉丝想看啊,那么我们就玩一下苏军对吧 不要跟他选一样的国家,选一样的国家就感觉 这个节目效果不太好对吧 然后我们先造狗呢,跑开他家的地图啊 这个黄金冰天呢,打快攻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这个离的比较远,只能先发展一下 我们先造三四个牛,而且这个对手呢 我感觉打的还是可以的啊 先造个蜘蛛,咬死他这个探路的狗对吧 不要让他跑开四眼啊 然后我们直接造了四个牛 多造一点牛啊,造四个牛 等一下啊,你这个经济不好你就压不住 压不住这个法国啊 以前我们玩法国的时候呢,经常有粉丝说 哎呀这个苏军对吧 为什么不出超级武器呢,不出核弹呢 出核弹出超级武器 不能出的太早啊,出的太早你就压不住他了 只能等三四重,等了坦克有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再出超级武器啊,你看这个对手 这个对手是先造了两个坦克对吧 先造了两个坦克,然后在家里出牛 哎哟,这里藏了一个地宝没有看见 他先出了两个坦克在下面打框 把框打一打来,等一下那个框场就可以甩到那个里面 这样采放效率比较高啊 然后他又在家里开始补牛了对吧 你补牛,我们也补牛,不着急 我先造四个牛,然后造三个框场 我就有七个牛了对吧 再把这个电场延伸到左下角去 因为左下角那个地方还有彩色框对吧 就不要拖基地了啊,我们直接延伸过去 反正我现在有六七个牛了 准备造重工啊,直接造到三重 有时候经常有粉丝说,这个原地法国该怎么破呢 你们就看看我怎么破的对吧 其实打原地法国呀,你只要压住 压住这个原地法国,不要让它发展的太顺太舒服 他这个炮海呢,是很难玩得起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七牛两种 七牛两种再造一种啊 七个牛最少要造的三重工 然后他想来打我对吧 你打我,我就直接往你家里冲,打他的基地 先把他勾引回来 勾引回来,然后在这里晃来晃去对吧 一上一下,先把他的大炮片到上面 片到上面以后呢,我停在这里准备打牛 他坦哥又要下来 现在七重了啊,现在三重了啊 三重七牛 然后把牛车拖两个,拖到那个左下角吃那个彩色矿 再把这个坦克呢,停在上面啊 所以说苏军破法国呢,一定要多造点重工 等坦克有优势,他就只能跟着我的节奏对吧 你坦克没有优势,你这么找出超级武器 是没有用的,你是压不住他 然后我的坦克停在这里是干什么呢 就是骗他再放一个大炮,看到没有 把他大炮骗到这里来 他这样呢,上面就放了两个大炮 下面就比较空虚啊 下面比较空虚的话,我们广快走到下面来 走到下面来,准备打他的牛车 你看,这个地方有很多牛车踩光对吧 我准备打牛车,他很慌,直接把牛车缩走 这个对手呢,我感觉玩的挺好的 你看,直接把牛车缩走了对吧 这个坦克呢,虽然我们有优势 但是不能浪费啊 你一旦浪费了一波坦克 等一下你的坦克没他多,你就压不住他了 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对吧 再把基地拖下来,准备再开发一片矿区啊 现在我有四重 我有四个重工出坦克相当快 然后停在这里,对吧 停在这里,把所有坦克全部集中一下 集中一下呢,看看能不能打一下他的牛车啊 但是这个人比较警觉,你看 我一打他的牛车,他就把牛车拖走 拖走,我又拐到上面来对吧 拐到上面来,一直晃来晃去,让他很烦 然后一抓住一个机会呢 我就准备偷袭他的牛车啊 要想押住法国,首先呢就得打他的矿区 先把他坦克勾引上来对吧 勾引上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再穿到下面来 现在呢,我们有了四重工就可以出超级武器啊 你看,他开始招基地了 因为这个原地法国呢,以前我们也玩过 基地太少的话,他是很难发展得起来啊 他现在有两个基地 有两个基地,但是没有用啊,你坦克比较少对吧 我们直接冲过来,先换牛车 就用坦克换他的牛,换掉一个牛 两个牛,三个牛,四个牛 打掉他四个牛,然后再把他的坦克全部抵消 抵消以后再打一个牛 再打一个牛,五个牛 直接干掉他五个牛,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这个坦克多呢 你不要想着去打他基地 你就想着办法打他的牛车 找到一个好机会呢,直接换掉他五个牛 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难发展起来啊 因为他的牛车太多了,他一下两下飞 他飞不过来,他不像我 我会说牛,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再说超级武器啊 他拖了个基地,拖到右上角去发展 不能让他站住右上角啊 站住右上角,等一下他的经济就会好转起来 所以说我们广快兵分两路 分五六坦克,再带两个防空对吧 先把他那个右上角的基地车呢,给他赶走了 你飞行兵过来,我有防空 不要让他踩右上角 然后我们再造一个核弹啊 现在停不好了,再出个核弹 所以说这个法国呢,就被我压住了 对吧,压住了他现在就起不雷了 他虽然有两个基地,但是没有用呢 而且他还造了个高科技,造间谍,想的挑击对吧 我们就在家里呢,出点油里,出点辐射 出点油里加辐射呢,他的间谍就偷不到我了 然后我们再造一种,就有五种了 五种以后呢,再把基地拖到小岛去发展啊 每个重工后面都藏个辐射兵 藏个辐射兵,等一下他来挑我的 辐射就可以蹲了 再把基地拖到这里来,这样我们就有三四片矿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造一点蜘蛛 不造一点蜘蛛的话,等一下这个铁幕不好使用啊 等一下可以把这个铁幕呢,用在黑蜘蛛上面 你打我的基地拖,我们就把你防空干掉 然后造了十几个蜘蛛对吧 这个铁幕呢,最好前面不要用在坦克上面啊 前面先用在蜘蛛上面,先钻他一个 拿我的铁幕好了对吧 铁幕好了,先把蜘蛛摆好队型 先用蜘蛛呢,钻死他的坦克 然后我们再造几个天旗啊 有些粉丝说呢,很少看我玩天旗对吧 这个天旗呢,发力胡笑 这个天旗呢,如果打苏军的话不太行啊 因为苏军可以造蜘蛛,可以造尤脸 如果打这个盟军的话呢,可以造天旗啊 因为这个天旗呢,他拆巨炮相当厉害 而且天旗可以防空对吧 就不怕他的飞行兵了 你看他的坦克要下来 要下来,我们直接白虎对行,造九个蜘蛛 蜘蛛先钻他的幻炎 你幻影不动先把他钻了 然后再追他的这个飞熊坦克 看到没有 这个黑蜘蛛一钻,他跑都跑不掉 先把他的坦克抵消一点啊 抵消一点坦克,他就永远出不来了 然后我们的坦克多呢,不要着急进攻啊 我记得以前我玩原地法国的时候 通的那些对手啊,坦克多 就老想着去打 没必要打,我只要压制他的矿区就行了 把那个右上角给他控制住 不让他把吉利托的右上角,他没有矿区 然后我们的坦克呢,就停在家里 不着急啊 我们就保留实力对吧 然后造一点天旗玩一玩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经济不太好了 我五重出坦克 这个钱呢,不够花 然后我们再补几个牛车啊 补几个牛车,等一下采光效率比较高 对吧 现在他造了幻影了 但是造幻影没有用 我家里有辐射兵,他不敢过来 然后出个核弹 再把基地呢,往这个右边搬了 现在我的铁木好了 等一下准备给这个天旗套铁木 然后他一看我的铁木马上快要好了 对吧 他就想用这个幻影 哎呦,这边冲过来了 冲过来了,把蜘蛛派过来了 他想打什么 他想打我的基地 打我基地没有用啊 我铁木好了 给基地保护吗 哎,保护 保护一下也没关系啊 再把他的坦克装掉 感觉这个铁木呢,用的有点着急啊 感觉他好像应该打不爆我的基地 然后这边,你看 这边看我铁木用掉了 他的幻影就来打我的天旗对吧 哎,但是你这么多幻影 打不赢我的天旗啊 你别看我这个天旗比较少 这个天旗呢 是肥坦克对吧 一炮一个 然后我们又造了个基地啊 刚才那个铁木不应该用在基地上面 本来我这个天旗呢 可以套铁木直接进攻的 但是不要慌 他现在没矿区 他现在要踩的话呢 右上角踩不到 右上角被我停了坦克压住了 所以说这个对手呢 就直接延伸到中间去了 你看到没有 他就直接踩中间的矿 然后我们把基地呢 提前拖到右上角啊 因为那个右上角的矿啊 我只能守住意识 守不住长远 等一下它延伸过来 它还是能踩 所以说我们提前把基地拖上来 哎,我先踩右上角的矿 先把它右上角的矿全部吃完 等一下它延伸过来也没用 然后我们把牛车啊 全部拖到右上角去 先把右上角的矿给它踩了 然后这边来了一个间谍对吧 来了一个间谍啊 想偷急 想偷我的重工 我重工后面长个辐射兵 等他过来 裤子一脱 哎,烫他的 烫他这个间谍啊 他想偷重工 然后我们天旗呢 再带一点辐射 天旗带一点辐射去进攻 哎,现在这个对手很着急啊 他右上角的矿马上就被我吃光了 他就直接延伸过来对吧 延伸过来 但是延伸过来没有用 我这么多牛的 就相当是挖土机一样 一下子就把那个矿吃完了 然后他想来进攻 看到我坦克在那个右上角 左上角你想来进攻 哎,我家里全部是辐射 全部是辐射 他那个幻影根本没有用啊 然后现在这边你看 这边天旗带辐射 他的幻影来都没用 飞行兵来也没用 对吧 我这个天旗可以防空 然后他的幻影走到这边来打我 对吧 走到这边打我 先把基地拖下来 哎,这边间谍又想去偷集啊 然后这边放一个冰箱 出一点辐射兵 他的幻影就没用了啊 然后现在我们的核弹 马上立起来了对吧 准备发射 先用天旗进攻 先用天旗进攻打掉巨炮 打掉巨炮再打这个巨炮 这样这个对手呢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啊 所以说 这个苏军打这个原地法国呀 你只要押住法国的矿区 押住他的经济 这个原地法国呢 根本没什么用对吧 然后一个核弹升空 天旗进攻 我家里还有很多天旗啊 这个幻影没什么用的 他这个幻影没有身心 没有偷到我的重工啊 没有身心的幻影没什么用 我两三个辐射一过来 等一下把他的幻影全部烫死 然后这边又出了很多飞行兵 我们再绕几个防空炮啊 你看这个右上角的矿 一下子就被我吃光了对吧 吃光了以后 等一下他就没有钱了呀 中间的矿也吃光了 然后这边来进攻了 来进攻把天旗派过来 然后这边呢 先打掉他的巨炮 这里再放个防空炮啊 这个对手呢 基本上就没了 所以说原地法国呀 只要压制住住他 不要让他那么顺 他基地没那么多 他是很难玩起炮海来的 哎呀你防空打我 我们家里造蜘蛛 用蜘蛛转防空 他想打什么 他想打我的铁木 我这个防空比较多对吧 苏军的防空打飞行兵相当快的 然后把所有的天旗全部派过来 哎呦他受不了了啊 直接投降